各位車友們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 這台是賓氏的W205 那這一款是AMG的版本 而且這一台的C數的話是C300 那這一款205的C300 已經都已經引擎已經全面都渦輪化了 這一款的話是2.0升的渦輪引擎 那經理自己最喜歡的版本 其實是C63S嗎?其實不是 我自己覺得我最喜歡的是 C43 3000cc的渦輪引擎 那它的動力的話大概接近400匹 整體之前開起來的感覺相當相當的不錯 那這一款的底盤是4MATIC 這裡有一個LOGO 那這個是四輪驅動的底盤 它的底盤跟二輪驅動的話是不共用的 因為前面的話多了傳動軸 所以前面的避震器的一個設定 前面仰角的設定是不同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款車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車友在KET的粉絲團裡面 私訊也好 或者是在LINE的一個官方裡面詢問也好 所以經理呢特別在講解這一台車 為什麼車友會詬病說這一台車的懸吊系統會比較跌 那其實我常常在說 懸吊系統其實並不是好與壞是適不適合 那這一款車如果啦 它的AMG的一個設定的一個避震器呢 在日本道路品質 在德國當地的道路品質 我覺得啦它非常非常的適合 因為它的阻尼呢做的比較硬啦 所以它的整體的一個遇到爛路的機率比較少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就不會被車主們所詬病 但在台灣不太一樣喔 台灣的道路品質說實在話的不是很好 所以在時速高速公路呢 大概時速一百三一百四 甚至兩百以上的時速呢 它的避震器表現的話其實相當的不錯 可是在市區的爛路的品質的時候 道路品質不好的時候 它的後方的懸吊系統 一般車友就會覺得它的回饋會比較直接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它的底盤設定呢 會有一個做一個overdamping的設定 其實這個是現在最近大概三四年之內呢 原廠懸吊一個趨勢 包含日系車也有類似這樣的設定 一個比較一般的車種 像是像是現代的Elantra Sport渦輪版的 它的後方懸吊的阻尼就做的比較硬朗 或者是說CIVIC的 玫瑰的SI車系 它的後方的阻尼也都做的比較硬朗 那這款就比較特別一點點了 這個是後方 賓式W205 四輪驅動AMG版本 它的後方的阻尼系統 精裡的體重大概是接近60公斤 我以我的體重往下壓的話 你看它的阻尼只做的多硬 幾乎已經快壓不下去了 所以它避震器是不是壞掉 其實不是 是因為它的阻尼做的比較硬朗 那阻尼做的比較硬 或者是比較適中 或者是比較軟 它分別有什麼樣的表現 如果是Toyota的車系 它的阻尼值呢 它就會做的比較軟 如果是一般的車款 它的阻尼值呢 就會跟彈簧 兩個會互相來做匹配 如果這個彈簧是12公斤的 那它的阻尼值就會適合做12公斤的 但是AMG的這個設定的版本 假設啦 它的彈簧的話 是12公斤 但它的阻尼值有可能會做到15公斤 甚至16公斤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所稱的overdamping 它的阻尼值做的比彈簧還要來的硬朗一些 那這樣子的設定呢 在高速的時候的穩定度一定相當的不錯 在一些supercar或者是保濕姐的設定呢 常常會有利用到這樣的設定 那在這款AMG的設定上呢 或者是W205上 我們就可以見到這個狀況呢 是特別特別的明顯 所以車友會反映說 這個後面的整體的一個行入的狀況呢 不是很理想 那最主要就是這個阻尼的設定的關係 那這一台車它的前面懸吊系統呢 比較特別 這個形式很特殊喔 它有一個彎角 那這個彎角的用意呢 因應它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它前方要穿越船洞走 所以它這個形式會比較特殊 那在製造避震器的工廠來說呢 就比較困擾囉 因為啊 我們為了要給這台車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這個仰角的部分呢 還得要開設一個專門鍛造的模具 來做這個仰角 所以我們也有做了一個 這台車所專用的一個鍛造的仰角 給這台車使用 但這個仰角也不只是賓士W205能使用啦 賓士的E-Class W213的四輪驅動版本 或者是GLC的設定的一個底盤喔 它底盤都是共用的 都是共用這個結構 那它避震器前面的話 它整體是一個雙A的懸吊 雙A懸吊系統 所以它避震器有上座 那這個上座的話 一樣喔 KT都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不需要啊 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那這個螺絲的規格呢 也是跟KT的不太一樣喔 所以羅帽 記得喔 不能用這個羅帽索KT的上座 它的牙是不同的喔 好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後方的話 它的上座 它的後彈簧的上方形式很特別 它其實不是在正中心 它是有做一個偏心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原理呢 是因為啊 這台車其實它有一個 可以選配 氣壓式懸吊系統的一個設定 所以它的上部結構啊 才會做的比較特殊 所以它的彈簧呢 是有一個做一個 不是在這個基座的正中心點 它是有一個偏心的角度 所以這個是 氣壓 零件 上部零件 跟這個公用的機構 那KT的話也很用心喔 KT為了這台車呢 上部橡皮啊 還專門開了一個模具 給這台車來做使用 好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這個是後方剛剛介紹過的避震器 上座 它有一個上座 上座的設計的話 就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而且賓士W205的上座啊 看起來它好像沒有分裡面跟外面 可是啊 它有分左右 它有分裡面跟外面 萬一裝錯的話 兩顆螺絲是對不到的 好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這邊喔 那這個 輪胎規格的話 也一樣是前後配 這個是245 4018的一個規格 這個也是AMG的一個 原廠配置的一個 呃鋁圈喔 好 後方 呃 彈簧跟避震器當然是分開的嘛 那KT的設定後方的彈簧公斤數是配15公斤 今天預計的車高 車主是想要 後方的話 沒有要降的特別低 比原廠大概低一指幅 大概15到16mm 那前方的話 大概降低半指幅 因為這台還有大包 還有一些 呃比較低的一個空力套件 所以車主並沒有要求 要特別要低 那 呃這台車的煞車設定 其實 呃以這樣的動力來說 如果再寫個一階 也還夠用 因為前面就已經是多貨賽卡錢 後方的話也是一個 呃都是一個盤進有加大的一個規格 那它的后方的话 在盘航上部的话 是一个调整机构 这个调整机构是来取决于车高的 那经理刚刚提到过的 它的上座上方有一个橡皮 这个橡皮就是刚好砍进 这一台车它的车台所专用的规格 所以我们为了这一台车 真的花了不少的一个模具的成本 都是因应这个车的底盘 来做一些专用的规格 那后方的车高调整 是在盘航上方 KT的所有设定 都是软硬能调整的 这个软硬的调整部分 是在上座的下方 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旋钮 从这个地方 就能来调整软硬度了 那调整的秘诀呢 左边跟右边要一样要对称 那这一台车比较特别 因为KT的话 一共是30段的阻尼能调整 可是这一台车的阻尼 其实它不会设定 大概在15段以下 大部分都是从15段开始往上调 因为它15段以下的阻尼 其实比原厂还要软很多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以配上原厂的 18寸的铝圈轮胎的话 胎压正常之下 会建议大概在20段 25段这个区间 是很适合开起来 是很适合 也会比原厂还要更舒服 所以这个是后方的一个悬吊的介绍跟设定 那这一台车 之前有帮车主换过那个后防轻杆 另外一部车 这台车如果换后防轻杆的话 要拆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 那这一部车呢 它的后方是多连杆的系统 如果呢 降低车高之后啊 它的轮胎 这个是一个三角脊椅 它的后方本来是一个 有一个Camper的角度 当车高降低之后 它有可能Camper会变爬 但这一部车呢 它的Camper角度呢 它是有一颗偏心螺丝 是能够调整的 所以这一部车如果降低之后呢 除非啦 除非降低的幅度 特别特别的大 或者是说 要做一个海拉风格的改装 才需要改装 仰角调整器 否则它原厂的偏心螺丝呢 就可以做一个Camper的微幅调整 所以这个车真的是很棒哦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前面哦 前面的话 它的引擎室 其实有做了一些 不少的室盖 来做美化跟整齐 那它的避震器上座呢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把这个饰板呢 把它稍微掀开 这个都不用拆到 不用动到螺丝 其实之类的哦 把这个饰盖呢 稍微掀开之后 从这个地方 它上座就有三颗螺丝 那在上座的中心点 就有一个旋钮 那一颗旋钮 就是在调整阻尼的 这个就是2.0升 温轮引擎的名机了哦 C300 好 那这个前面的大包哦 还有它的水箱护罩也很特别哦 也很好看 很流线 好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外观 然后再来介绍前面避震器好了 好漂亮哦 这个而且有下 有这个前下的扰流 好 在前面悬吊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多连杆的悬吊系统 它是双A的悬吊 那前面的一个特殊的 一个锻造的脚管呢 就是要在闪这个传动手的部分哦 所以前面的避震器 它是一 避震器跟弹簧是做一体的 这个是有上座的部分 那前面的弹簧公斤数啊 KT是配置12公斤 那以2000cc的一个引擎 温轮引擎来说的话 12公斤是能够兼顾到 一般应该要有的舒适度 还有操控性哦 都会比原厂好很多 那车高的部分调整呢 它是靠统身的长短来做调整哦 所以这台车的 呃最高啦 最高的话可以跟原厂一样高 最低的话 呃如果以像AMG的版本设定哦 18吋的话 轮胎到S版呢 大概可以剩下 半指幅左右的车高 所以最高跟最低的一个调整范围呢 其实相当的宽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的形式比较特别 而且它的前面的一个防晴感呢 哇特别特别的粗哦 因为它的 它的操控呢 比前一个世代的W204呢 会好的很多很多 那在KT用料的部分哦 呃像是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阻尼油哦 我们所使用的是意大利IP的阻尼油 那油风的话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风 那KT本身呢 这个就是自己我们自己KT里面制造的工厂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哦 所以不论是呃用那么好的阻尼油 用那么好的油风 哎日后有可能还是会有肉油啊 阻名还是会烈化啊之类的 这个都是可以日后可以翻修可以维修的哦 甚至包含这个防晴套啦 馒头啦 或者是上座的螺丝螺帽 这些呢全部呢 都是可以单独来做购买跟钛换的 这个是一个工厂才有具备的一个优势哦 那如果车友们有特别特别热血的 需要呃做外挂氮气瓶的版本哦 或者是气压避震器的话呢 都很欢迎来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那最重要的是哎 KT本身呢 自己就有类似一个车款的底盘呢 试乘车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试乘哦 像今天的的那个车主的话 哎也是试乘的时候哎 觉得KT的产品不错 才来预约时间在今天才来安装哦 所以很欢迎车友们哎 来试试看看来体验看看 那觉得KT的产品不错 再来考虑要不要安装就好了哦 那如果呃 对今天的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也很欢迎大家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就到这里了哦 谢谢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